他的最大尺度 就是跟湯惟的那個叫色戒 那個是讓他跟劉嘉玲 差點吵到要分手 為什麼 因為李安不是要他們 有一個回溫真實的性愛嗎 那那是因為李安說 那個梁朝偉 因為你這樣 那個 因為以你的身分地位 你要不要找替身 因為他那個真的 因為李安又希望來真的 尺度很大 對 然後湯惟是新人 他覺得說導演 要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對 那梁朝偉 你要不要某一些重點的部分 你就替身好了 因為李安說有很多 梁朝偉說不 導演 這次我要自己來 結果你知道嗎 他們三場床戲拍了十五天 十五天這樣肢體都在糾纏 然後有一場最關鍵 就是那個回溫針的那個 聽說兩個人是全裸 沒有防護的上陣 然後那一場 那是真刀石槍的上陣 那一場 那一場回溫針 NG三十次 就是因為一下梁朝偉放不開 一下湯惟怎麼樣 然後就兩個人拍到 聽說拍到之後 兩個人是痛哭流涕 可是因為拍得太真 而且你知道嗎 上片的時候人家問李安 問湯惟 問梁朝偉說 你們是不是真槍實彈 他們三個人就不講 沒有講Yes或No 然後李安就說 電影就是很多事情 我不能講透 可是我是真真實實地 拍了梁朝偉跟湯惟 這麼樣 就說真的史無前例了 但是那個戲拍完之後 湯惟跟男朋友分手了 劉佳玲聽說了 試片的時候看到一半 奪門而出 而且後來要分手 甚至於就是說 因為他們在 試片會還有記者會的時候 人家問湯惟說 那你到底跟偉宅 這樣的巨星 拍那個回溫針針的性愛 你真正的感受是什麼 他講了一句話 很嚴重 他說 他非常保護我 而且他讓我覺得很舒服 說劉佳玲 因為這句很舒服 氣到 在家摔東西 然後就說 我要跟偉宅分手 康偉這樣講是不是 對 因為他可能是為了宣傳或怎麼樣 或是他真的覺得說 所以就是說 拍戲的那個真真假假 或是說 因為梁朝偉講一句話說 我們是假戲真作 所以就是留給你 很大的想像空間 可是這個會造成很多的後遺症 因為很舒服 這三個字 也有很大想像空間 他詮釋的角度是什麼 所以就是說 會有什麼不可能嗎 或是說他拍戲 可以投入到這樣 或是說沒有緋聞嗎 沒有什麼什麼 那但是這個色界當然就是說 造成後來很多很多的講法 我記得幾年前 坊間有流傳 他們就是 NG篇對不對 刪掉了 那個真正的畫面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電影 電影其實是有尺度的 但是真實的畫面 是有流出來 但是我不曉得是真是假 看起來其實蠻真的 最近也有 我在上個禮拜還看到 他就講說什麼梁朝偉 然後那個湯偉 真槍實彈 這個影片實錄 我很誠實 我真的要 因為我看的也是電影 我點進去 可是他說什麼此影片沒有 我已經刪掉了 我不懂為什麼 對 我覺得可能有人覺得說 這個可能也法令 或什麼不知道 可是真的就是一直有流出來 這些東西 不是 因為我們真的基於工作 基於工作 我們要追根究底 到底是假戲真做還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有人生經驗 我可以觀察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還是借位 可是就沒有 看不到